想看房子,不是說拍手就有個時盤給你 業主的agent會安排一些開放日給有興趣的人上來看房子 然後訂一個出價的期限 每個准買家各自還一口價 代理收集所有的offer 就由業主選一個來接受 接受了就不用下訂 也沒有所謂的臨時合約 英國新市的君子協定 說過就算了 如果出了一些合理的意外 無可奈何可能都買不成 這時候最擔心就叫做斷鏈 有沒有鏈的意思呢 就是到底它需不需要賣現在的一層樓 去買另一層樓 這個情況就叫做有鏈 其實我們聽過最誇張的一個情況 就有40多個鏈 所以風險也比較大 隨便一個卡住在這裡 就會拖長整個成交期 所謂的鏈就是換樓鏈 買家要賣到舊屋才有錢買新屋 一間屋的交易做不成 就視乎這條鏈之前的交易成不成功 所以no chain的情況 就可以加快流程 會是放盤的賣點 好了 假設配對成功 條鏈又順利滾下來 你想買那間屋 就可以正式展開買賣程序 首先律師會做查冊 搜尋地契各方面 另外當然可以同步進行的就是 證明資金證明 來AML 防洗錢各方面去做 律師文件就要搞好一段時間 這個時候也應該安排同步驗樓了 在香港買二手樓 驗樓這一部分可能只是落訂之前 上門目測一下 又或者收了樓才去找驗樓師 不過在英國 基本上 每個人都會在簽約之前驗清楚 找測量師來檢查結構 如果要上會 很多時候都需要這份報告 正正就是周時聽人說的 Surveyor's Report 其實這邊二手樓 基本上所有英國人都會去驗樓 因為你不會知道一間 幾十年的五目結構的屋 究竟裡面有什麼情況 一間屋所有的東西我都會去看一看 外牆有沒有裂紋 有沒有漏水 有沒有漏水 窗有沒有裝錯 進入一間屋裡面 最簡單的裝修 天地牆 究竟裝修情況是怎樣 有沒有裂到 裂的原因是什麼 這份報告是在正式買賣之前的成本 花費由250磅到1000磅不等 因為分了幾級 最便宜的Level 1 測量師會就這樣目測 來一兩個小時 看看房子的基本情況來出報告 例如有沒有水電通道 有沒有塞渠 Level 2 比較多人選 時間用長些 會驗得仔細些 用多些儀器 分析一下建築物的缺陷 會有什麼長遠影響 有時候也會包括物業股價 給買家參考 到Level 3 了 就是最詳細的建築物檢查 可能要看半天 甚至來看幾次 他們會為買家計算維修的成本 可以作為理據向賣家談判 那究竟那件事 想不想賣家是先整好 還是減了價錢 還是大家分享一個價錢 就是看那個項目 如果真的關於結構性的 漏水等 很多業主都會幫你去想 大家分享一個價錢 一定是怎樣的 尤其是最近樓市 真的開始 回一回氣的時候 那些業主都會去想 大家分享一個價錢 快點令到交易成立了 這份報告對買家的決定很重要 不是只是好像買衣服 摸一下線條有沒有脫掉 那麼小事 萬一將來找到問題 維修成本 檢查費都可以超乎想像 我們一於就在這間屋 實地驗一下基本事 看看測量師一般會做些什麼 這是一個我最基本的熱器 就是濕度2 它最主要是看回牆 究竟有沒有濕度是怎樣 通常英國的樓 我們一定會檢查窗邊 窗流水的位置 通常都不是這裡 通常都會在頂上 上面的鈴土位置 另外窗邊 通常我可以在窗底下 會做一做 暫時看上去這一邊 都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窗 這是一個熱量炮測器 這個Vermal camera 其實都很普遍的 有兩個用途 第一就是去測試 證明究竟有沒有熱水在這裡 有沒有漏水 我們到下面看一看 其實看得到究竟那些喉 有熱水在這裡 就看得出了 再看低一點 有沒有熱水漏了出來 就可以看得出究竟這一批水喉 裡面有沒有漏水 另一個功能就是看回保溫 究竟牆的保溫情況是怎樣 究竟像之前的 Heat Wave達到40度 那牆是否可以隔了外面的40度 還是牆本身的40度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我們現在看看 外面今天的溫度應該是26-27度 就可以看到現在牆的溫度是22度左右 也很平均地整個牆都是這樣 已經是非常好 那這些位30度是什麼 這些30度就是因為波納 即是正常 正常 因為波納在溫的時候 裡面是熱水的 所以就是30度 講到在英國驗二手樓 這個動作往往都是最重要的 就算內窿多新正也好 很多時候要爬上天台 才找到大問題 我們要跟上去了解一下 這個是香港人真的不懂的東西 應該沒有太多人接觸過 沒有見過 這就是一個很典型英國的Loft 木的結構 裡面有一些防水的膜 再外面就是好扔牙 另外看看地板 一些很簡單的木地板 做一個Block頂 做一個Storage的作用 旁邊可以再看看 就是一些保溫棉 因為其實這個Loft的空間 是損失熱能最多的地方 所以就要鋪回保溫棉 令到屋下面的熱能 不會經過這裡散出去 尤其是特別是冬天的時候 這些全部都是氣候 下面其實是不同的洗手間 透過這些氣候 就排出屋外面 這次這個屋頂 算是非常企理的 木材沒有煤刀 地板隔熱都做齊 阿卡現在再用測濕器 檢查一下有沒有滲水 確定沒有問題 業主可以比較放心 放東西上來和在下面住 不過阿卡就形容 自己的職業有點像門診服務 即是在有限時間之內 盡量檢查 都總會有體立眼的地方 所以不可以完全放心 住久了 偶爾也要檢查一下 有沒有新的問題出現 畢竟現在整間屋都屬於你的 由內到外 屋頂片瓦 地底的喉管 全部都歸你自己管 正因為範疇遍布建築的每一部分 可以出現的旗難雜證都會多些 回到這裡 我朋友監督 我半年前幫他做檢查 當時幫我們開了水 5至10分鐘 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但當他入住的時候 發現了什麼問題 因為洗衣機在這裡 原來當洗衣機大量水排出的時候 水是會倒湧出來的 找一個檢查 找了8個檢查 到最後檢查出來 也是說這裡的去水 走出去大的去水的位置 中間不知哪一部分 是塞住了的 這些是我們的檢查 我可以盡量去做 但是我不能叫業主去幫我洗衣服 看看渠有沒有問題 希望大家都會明白 我三個小時的門親服務 並不是一個很細節的自力共振 看不完那麼多東西 問題出在收樓之後 就真的要自己下手搞了 好像找裝修師傅一樣 在英國這邊 不是說想找就找到的 水喉醬、電工、開鎖佬這些 跟香港相比 可以說是差10倍那麼不方便 一來這邊人做事 不習慣隨傳隨到 二來屋遠屋之間密度低 要約到一個師傅上來 人家都可能要搭很久才來到 還未計工貴 好的師傅都很難找 有一些無牌的雜工 這裡叫做Cowboy 容易找些 但質素就很參差 所以過得來這邊 就要預先這些問題 不能夠即時解決得到 還要自己學會 靠自己一雙手 解決自己家的問題 由一些很標準的香港單位 有管理公司幫忙 專門過來 一下子 整棟樓要自己管 有些甚麼不同的呢 都很值得學習的 今次有個很難得的機會 帶大家深入地盤了解一下 來了英國這麼多日 看了這麼多個不同的樓盤 詹姆Sir經常說 這裡的手工做得挺漂亮 究竟為什麼呢 這次很難得 我們來到一個建築的地盤 看看它是怎樣建出來 有些甚麼巧妙做得這麼漂亮 和詹姆Sir一起看 比較一下兩邊的建築上 有些甚麼不同 認識多一點 就自然更熟悉自己的家居 詹姆Sir 現在這些樓梯 有些招紙 是不是不在地盤做出來 一看就知道 這些樓梯是預製造件 在廠裏做好 然後一吊上來 一擺位置 擺位置就完成了 好處就是乾淨一點 就不用那麼多垃圾 現在起碼少了釘板 紮鐵落石屎工去 還有些甚麼都是預製的 這裡差不多很多東西都預製 樓面板就預製 磚牆就這樣建 地下那層就放好 工具廊就放一些磚在那裡 乾淨其利很多 手工東西減少了很多 工人兼顧的東西少了 就可以留心 做好些人手做的東西 砌磚的紋路 看起來都相當企理 折駁位 轉角位這些切角都很整齊 看得出施工的質素不錯 看完這些柱位更加內有潛寬 正常這個地盤 這些柱有甚麼特別 這些鋼架看起來 沒有分別 但是敲起來 就很分別 沒有那麼響 為甚麼呢 因為裡面灌了沙 就不會太響 如果沒有灌沙 就敲起來 就是敲鐘 就算到這裡也好 將會包了石膏板 它也灌沙 香港是絕對不會的 還有一件事 我看的鋼結構 有部份是 給建的石屍磚承堂 我香港真的沒有見過 它用過石屍磚承堂的鋼架 即是反映得到 它很信賴這裡的生產物料 以及工人的手工 英國人建屋 特別著重一件事 就是這裡 全部都是做回雙層牆 無論是外牆還是內牆 都是這樣 而裡面也有很充足的 隔音、隔熱和隔火的物料 就像手頭上這一款 可以說每一棟牆都會見到它們的物料 所以現在我們正在 補充每個小隙 我們可以找到 只要確保有可能性 煙、火 可以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 另外就是窗框 都會見到這一類型的膠膜 這裡的設計 不是只為了室內防水 還想讓雨水、倒汗水 可以透過中空牆 流到泥土下面 跟一些有特別文理的磚都一樣 是一些配合環境的環保設施 所以這會幫助蝦 然後我們會有些鳥 但我們會把牆放在樹上 所以這會幫助生物 科技進步固然是方便 凡事準確 巨細無謂 但變相就沒有了一些走棧 偷雞的機會 英國開車最怕就是天眼 平時我們在香港 停了黃格仔 或者入錯巴士線 可能踩少少街都不怕 但如果去到英國 就真的少少都不要踩到 正正因為有鏡頭拍著 哪怕是開到少少線都好 一如會收到信 這張英國版的牛肉桿 叫做PCN 信上面還是圖文並茂 寫清楚事發的時間地點 還有你的車幅相 入錯巴士線的話 費你70磅 如果兩個星期內交到 就可以有半價折扣 即是35磅 不過無論如何 最好還是不要犯規 開 TV 全面進化 重新啟航